跨年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假日 但对于电视人来说 这可是战场啊 几家电视台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2021年的跨年收视争夺战 还是熟悉的战场 熟悉的对手 江苏卫视 北京卫视 湖南卫视 浙江卫视 东方卫视 舞台卫视同时段竞争 国内跨年晚会的历史有十多年了 能坚持下来的都有各自的收视法宝 而今年 江苏卫视通过创新与复古相结合的方法 致敬奋斗者 不仅是五家电视台中收视率率先扩散的 更在整个晚会竞争中拿下收视率 网络热度 全网影响力三秒冠军 除了收视率 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还得到不少网友的好评 有人说虚拟技术实在太牛了 看到邓立军重新站在舞台上 总有种要流泪的感觉 江苏卫视能从强大的对手中突出重围 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 他的牛可不只有一点点 林妖老哥新唱 引发情怀共鸣 随着跨年晚会的普及 每年12月31日的狂欢 不只属于年轻人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 也加入到跨年狂欢的队伍中 然而当年长者遇到新歌曲 似乎只有听的份 根本参与不进来 可演唱会的魅力 就在于万众合唱时带来的感动啊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江苏卫视给了最佳答案 老哥新唱 从这个角度切入 节目选择有知名度 快智人口的老哥 配以年轻歌手的亲情演义 兼顾各个年龄层面的观看需求 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到这场狂欢 比如蔡徐坤 陈伟婷带来的春满花开 男儿当自强 不仅富有时代内涵 还具备舞台观赏效果 嘉宾的选择上 江苏卫视也延续这个标准 有年轻人喜爱的爱豆 也有年长者热爱的歌坛大咖 杨千花的出场 更是带来全场合唱的高潮 气氛达到高潮 观众久久不能平静 很多网友都表示 今年的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不仅自己看得过瘾 爸妈看得也很开心呢 02用新科技打好复古牌江苏卫视的选歌 大幅度的向经典老哥倾斜 那么老哥新唱除了让年轻歌手全新演绎 还能从哪里找到新的创意点呢 江苏卫视给出的答案是 科技 经过几年的尝试 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对AR VR技术的运用 越来越娴熟 而今年更是突破叙事结合的使用边界 把AI科技 实时数字成像 扣向与反扣向技术 实时效色等多为 呈现手法应用在晚会中 挑战多个技术难点 在晚会直播领域实现多个首创 如果问我 对这场晚会记忆最深刻的点是什么 我肯定毫不犹豫的选择 邓一军穿越时空而来 与周深同台演绎经典歌曲的镜头 曾经的华语歌坛神话 与如今华语乐坛的灵魂歌手 两个完美的声音通过高科技 新技术实现联通 有多少人惊讶于这是怎么做到的 邓一军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太真实了吧 除了虚拟成像技术之外 今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 不仅也美轮美奂 刘雨宁演唱《星辰大海时》 背景雨天和和星苍联动 展示中国人多年来对星空的执着与奋斗 薛之先在演唱歌曲 像风一样时挑战了 只有电影后期才能完成的扣向技术 为了实现这一跨界壮举 幕后团队首次研发AR引擎的 反向扣向技术 为我们带来新鲜的舞台体验 明三坚守初心 是这场收视争夺战的关键法宝 当一场演唱会举办的初心 不是收视率 不是网络热度 而是观众的实时体验 它就已经成功了 从选曲上就能看出 江苏卫视并没将流量作为自己的法宝 而是将这一力气服务于观众 始终以观众的喜好就是晚会的追求 为宗旨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 观众真真切切的 从中体会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畅快 初心不改 技术创新 想观众之所想 这场晚会才是成功的晚会 取得的成绩不会欺骗我们 观众的口碑不会遮蔽我们 江苏卫视夺得双料冠军 牛就牛在这儿 2021年已经过去 2022年江苏卫视迎来第一个成功 希望它能再接再厉 明年能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